本集由重文社 Carmester 一客館 新世纪 诺雅方舟 纸牌屋 以及香港press car 北京卡拉河 广州废材猫 冰城 APEBREADERS 抖音 PTCG 咚咚鼠 赞助不出 快点要玩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赛制 牌族解说C案 今天来解说我们的 10拉比 VMAX的牌族 现在看到这张10拉比 是旧的 那它的第一招呢 从牌族拿两张 保可梦放到手上 那第二招的话 我觉得还不错用啦 偶尔是用得到的 所以芒果只有放一张 来第一招 第二招打50 然后看对方的后排数量 乘以20 假设对方后排 有个5只的话 那我就可以打150 接下来就是我们新的 10拉比 来第一招 可以从手上 拿一个基本草能量 贴到你的宝可梦身上 那这个的话 在后手就还蛮好用的 那第二招的话 打60换位 那就这样子吧 对 再来看到 VMAX我们整副牌的 这个主力核心嘛 算是 来第一招 在你的回合 你一只可以使用一次 回复自己全场 草戏宝可梦的血量 20滴 哇哦 这个还蛮多的 真的蛮多的 好那所以说 你假设做了三只的话 每回合每一只都可以回复 60滴 所以这个遇到铺上的话 蛮好打的 算蛮好打的 来第一招打130 然后从牌族 拿两张宝可梦到手上 诶 拿这两张到底有什么用呢 所以芒果搭配的 就是我们的苹果龙啦 来你拿苹果龙的话怎么样 它的特性是 你在你的回合 进化成我们这只 应该说没有说进化啦 只要你这只苹果龙 在场上的话 你就可以发动它的特性 对对手一只宝可梦 放两颗伤害指示物 所以说你看你扣20了 再加我们这130 打下去的话 就是150了 150的话 下回合再重复这个combo的话 就等于300滴了 这样同时吗 那它招式应该是用不太到啦 那你特性开完之后 它会回到你的牌族里面 你看你回去之后呢 再用我们的石拉比拿出来 哎呦 这combo各位懂了吧 所以整部牌的话 我自己觉得偏粉啦 因为伤害还是偏低的 可能就是用炉人 一直炉到后期 才有办法赢这种情况下 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 放了一张这个音箱帅 这张的话也是用得到的 那它的特性在前排 可以把手牌补满四张 在后排补满三张 那招式应该用不到就不讲了 再来看到我们的这张 这张好用了各位 刚刚我讲到说 假设我130再加20 打了两次之后 对方剩20嘛 那我们下回合 只要把它拖出来 开GX的话 可以额外多拿一张奖励卡 哎呦 你看这50滴 当然是看情况啦 假设对方有比较 一些比较弱的怪物 你想先击倒 多拿一张奖励卡 奖励卡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一招的话 就是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啦 就是先不要放到场上 那如果你有保证 它不死的情况下 第一招来做补刀 也是可以的还不错 再来看到我们的 来这个场地卡就蛮重要的 因为对方如果下了混沌 或者是下了我想一下 呃 maybe是雪道场 你可能需要炸掉 但是我们场地放了四张 这个炒路竞技场 所以 如果你运气好的情况下 应该都是可以盖掉对方的 放四张 来等级球 放两张 帮助你拿这个小支的 以及我们的吊杆放一张 如果你有这个不小心被击倒 有的没有东西 或丢掉的情况下 可以把它拿回来 交代通讯四张 先击球四张 以及我们的硬张 放两张 为什么两张 因为我们是打后期的 打后期对方资源 如果真的快没了 你还有办法跟对方拖的话 能多硬就硬一下 硬完之后对方可能动不起来的话 就会慢慢的被你磨死了 这样各位懂我意思吗 Switch放一张 板手放一张 一张的话 纯粹就是怕对方的大护符 血量多30对我们会蛮亏的 然后炒路四张 板木的话放三张 以及这个加德莉亚 芒果放一张 然后这个莉佳也放一张 水莓奥放两张 这个水莓奥放两张 用意就是因为 他可能被对方揍了一下 没死 但是我每回合补60 说真的不够补啦 再加120的话 多180 也许有机会可以再多存活一回合 所以放到两张这个 再来就是我们的玛丽放四张 能干扰就干扰吧 反正我们可以拿 我们这个可以拿 炒路竞技场可以拿 以及我们的这个也可以拿 都不错 再来博士两张 然后我们的优滑板两张 这个捕捉能量的话 能贴就贴 赶快抓出你的石拉比 跟你的小只的 能铺场就赶快铺多一点 然后保护能量一张 炒量六张 那这副牌的话 我觉得就是粉牌 好玩就好 喜欢炒系的玩家可以试看看 那芒果其实用它 跟很多牌组打过 我觉得大概就是37开吧 好不好 46到37 不到强 不过好玩的 先进一段广告 本影片由Portown合作播出 他们是最快速及专业的续号商店 您可以舒服的在家下班后 续号会立即寄送到你的信箱 就是带们还有折扣咯 来看一下对手 水系的卡河 我们还是怕火 没事没事 可是现在水系好像怕电了 我发现现在电系 有点刻到蛮多宝可梦的 因为你看水系怕电 然后飞行系的鸟也怕电 呵呵 这手牌还行吧 先手是不是 我想一下哦 没有能量 先这样吧 联机熊哦 我想一下怎么打 嗯 Let me see 好印象帅 可以多抽一张 这只保护好吧 我觉得会被他皱掉 好危险的感觉哦 他联机熊感觉配 不知道配什么 现在蛮多联机熊是配牵面的 我现在比较担心我这只被皱掉 你知道吗 这只比较危险 嘿嘿嘿 应该感觉要放梦幻 对不对 你看遇到联机熊还是有点危险 好 仙机熊 看他拿什么就知道了 如果是拿泪眼熙的话 就是签面轴的 签面轴的联机熊现在蛮强的哦 哦 章鱼筒轴哦 还是章鱼筒配签面 忘字 蛤 哦 差字符吧 Kern 好痛 没事 我们可以补血 我想想看哦 这种情况我们先来个进化吧 该揍的还是得揍 是不是各位 为什么优先进化他 因为他的第一招可以拿东西 来克服性看一下 先补血 我觉得我这只打就被弄掉了 好危险哦 他对方只有三只 我不要 我用玛丽吧 想一下怎么打哦 能量两张哦 这样我的印象出来开不到 好 20洗回去 然后 来 你看 我们的combo慢慢出来咯 130 拿两只宝可梦 先拿一只这个 跟一只这个 我们的那个 后排要慢慢地把它做出来了 各位懂吗 他现在应该会换位打我150啦 或者是 我想想看 他下WK有太危险了 因为WK有没有能量 哦 他直接用这一只哦 好进化 那张鱼桶好烦哦 我可以先杀张鱼桶吗 张鱼桶超烦的 神志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哇 150 痛 160 哎 150 我这前面的话 他伤害可以来到 我想一下怎么打比较好 他撤退费用一费嘛 啊尴尬各位 这真的尴尬 先回血吧 然后我想想看哦 我在想这两只要杀哪一只耶 好抽二 哇这手牌真的不太好 好先杀张鱼桶 然后我们可以拿这个 我看一下哦 我们拿这一只 再加这一只 呃 对 好 哇 怎么资源者都不见了啊 水之塔 芒果的草路没出来 绿牌没出来 尴尬了 好换位150 诶 都补起来吗 啊 张鱼桶 他没办法拿克尔尼 你看 所以打张鱼桶打对了 想一下怎么打比较好 嗯 印章不能印啊 先补起来吧 我想一下怎么打哦 一百二的话 一百三 先点你 再打 好 好先这样子 现在芒果有个想法 感觉他一百三打下去之后呢 剩三十滴 可能要小心一点 我想说不然我们等下可以蹦出一只 暴击纹来直接拿四张奖励卡 好像也不错对不对 你看他还是把这拿出来了 绳子 哦好烦哦 给你给你给你 哦他动不起来啦 你看张鱼桶 还好没有 还好是杀张鱼桶 不然他科尔尼一直一直那个 来先补血吧 想一下哦 印章不能开 印章打死都不能开 嗯 其实应该给他的 可是我现在想要撤退 好 好 先这样吧 没有能量 OK 先这样子吧 我们的VMAX有两张的奖励卡 他现在要杀哪一只都不是 因为他现在没有能量 看有没有能量进化出来 我来张鱼桶 哦抽到能量了 哦靠 哦好痛苦哦 哎这不行啦 哦 saya头好痛因为好痛哦 我想一下 天哪 压ted 尷尬 你看 果然要放夢幻是不是各位 真的要放夢幻 好 先補血再說啦 不管了 呃 我們先想看怎麼打齁 這用不到了啦 尷尬了 我想一下喔 場地卡 先把它炸掉吧 受不了 這場地真的好煩喔 這丟掉了 先拆掉 回手 然後炸掉 這個給你好了 我想一下喔 給你好了 印一張四張 他動不了 不過他有拿兩張獎勵卡 我想想看 印一下好了 無聊亂印一下 這130得打了啦 還是得打了 草鹿喔 好吧 先打吧 你看這路牌 滿滿的寶可夢拿手上 慢慢到 哇 我的暴擊人被他看到了 糟糕 史拉比 再一張 哇 兩張史拉比 各位 大家看到四張 史拉比VMAS在場上 精彩的表現 我沒有板木 有板木的話 我等一下就把這隻揍掉就好了 咚 喔 動得起來嗎 有沒有張雨桶 有 張雨桶可能會拿個 連擊熊之類的吧 還是拿場地 因為後面那是有點危險 馬力 哇 我的史拉比沒了 這手牌超多的 這手牌沒有很好欸 糟糕 沒關係 還可以試看看 先Switch 抓東西 進化 然後換位 直接打150 啊哈哈 進化措姿啦 好 我們來直接秒他好不好 還不錯欸 你看 這路牌還不錯吧 我想一下 欸 芒果想要玩那個啦 好 抓出來殺就贏了 我想一下喔 我想一下喔 這可以丟掉 好 再抽三 抽二 應該沒什麼事做 欸 有人看 我就想玩那個 哇 這運氣太爽了吧 神抽啊 各位 有沒有 玩 這叫什麼 完美體 我們史拉比的完美體 我們要開四次特性 呵呵呵 我們在BM對方 有沒有看到 四次特性 有沒有很酷 酷吧 啊 剛剛我本來講說齁 兩隻蘋果龍齁 直接把那隻V-MAS收掉 那就還不錯 那收掉如果有抽到版木的話 那就直接把那隻 這連擊有拖出來揍掉 結果他剛剛那個雙殺 蠻漂亮的 真的蠻厲害的 OK 好 那這副就是我們的 史拉比V-MAS牌組 那芒果直接組四 直接放四組 那我覺得如果遇到 克屬的話 你保護能量可能要放個兩張 那其他的話 應該就看你自己 好不好 那這副的話就是這樣子 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偏粉 因為他的傷害不太高 如果他的傷害是150的話 我自己覺得 欸 還蠻強的 因為150再加一次特性 齁就可以收掉320了 所以他下130的話 我真的覺得偏尷尬 太尷尬了 好 那這個想什麼調整的話 自己調整齁 那剛剛芒果沒有秀到這個爵石 沒辦法被弄掉了 所以我沒辦法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啦 我常天住在非洲的芒果 想改怎麼改的話 可以自己調整看看 下次見 掰掰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區 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都在我的粉絲頁及IG 我們下次見